大家好,我是阿柴 上个周末两天我做了一个页面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介绍产品介绍服务的页面 这个网站是用wordpress加newspaper主题制作的 这是在电脑端的效果 这是在移动端的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并不是它模板库里面的页面 而是我从零根据我自己的一个需求定制的 这种从零定制确实比较花费时间 因为需要调的细节特别多 下面正式开始分享 首先说一下这个页面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分两点 一个点是内容 一个是形式 内容就是你想表达的内容 首先先有思路 然后我把思路变成了PPT 这个PPT我找了一个模板改的 找了一个漂亮的模板 这个模板也是付费的 先改一下 做成那种漂亮的图片 把思路转化成图片 然后把PPT变成图片 嵌套到网页里 然后根据不同的内容 添加不同的链接 像这些链接 像文档视频讲解都是我这个网站以前有的 我之前做的 只不过我现在用这个页面给它综合出来 给它索引出来 省着再到网站里面一个一个去搜 一个一个去找 现在这个页面还是一个测试版的状态 还没有完成 等以后我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需要改变的东西 再往上修正 那这就是内容的部分 那形式的部分呢就是像这个阴影啊 这个排版呢怎么布局啊 还有右侧这个侧边 它怎么能固定上面这个标题怎么是这个样子 这都属于形式的东西 首先像这个页面 我开始想到的是用页面来做 我们都知道wordpress里面有页面和文章 但是我做了一下发现有问题 后来我选择用文章来做 其实这是一篇文章 用文章做有一个好处 这个和当前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这篇文章它在列表页里面是有所引的 另外它在移动端里面会自动生成页面 因为它有一个移动端的主题 是这样的 这种页面在移动端访问速度也很快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这个侧边 这个侧边其实默认是没有的 在newspaper的单位演示站里边也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我感觉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怎么需要呢 是因为今年做了两个网站 给两个客户做的网站 一个是用的newspaper主题 还有一个用的是awada主题 不约而同的都用到了这种的侧边 因为内容比较长 它需要一个侧边 而且需要一个固定的侧边 我在做第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种侧边功能能实现 但是不是很漂亮 在做第二个网站的时候 可以把它做的更漂亮一些 但是它用的是awada默认的东西 我有了这两个案例做基础 我就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出来 通过newspaper主题做出来 因为newspaper主题 它可以修改自定义样式 像这些行列 还有元素 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虽然默认它没有这些效果 但是我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脑子里就可以慢慢的调出来 我想要的东西 利用现有的newspaper提供的功能 我给它调出来 尽量满足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刚开始也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一步一步的微调 最终调出来的样子 那下面再说一下它是怎么固定的 这是在模板里 固定的主要它是因为 在列里面有一个设置叫sticky 然后再加一个top 它就可以固定在这个位置了 那这个位置是个什么元素呢 这是一个list menu 是一个菜单元素 菜单元素这是标题 这是一个风格 那这个2021呢是这个地方 因为我没想好这放什么东西 暂时先写一个2021 这是一个子主题的文本 在这个位置 像这个两边的线都是自动出来的 还有这些颜色都是自动出来的 我并没有去调整它 默认我感觉挺好看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 菜单使用的是哪个菜单 然后下面是字体 这些应该都是默认值 我给了一个左右的10边距 内边距 还有一个20的底外边距 这是关于这个元素的设置 这个列的设置呢 我看一下 你自己都忘了 给了一个圆角 那就是这个圆角 好像应该还有一个阴影吧 阴影好像是在 你看前两天做的 今天忘了 应该是在这个菜单里边 添加阴影 在这个位置 阴影尺寸是15 阴影也有一个圆角 是12 那这就是关于菜单了 下面呢 这是一个文本 column text 列文本 下面呢 这是一个按钮 button 这个按钮也可以调圆角 加颜色 加鼠标 划过的效果 这就是侧边 如果你感觉这种侧边 挺好看的 也想做一个 可以按照我的设置 供你参考 那下面再说一下 这个正文 正文 这都是一个图片啊 这是PPT存出来的图片 方方正正的图片 它这个圆角 跟这个阴影 是我后来添加的 那怎么添加的呢 需要改代码 需要自定一些CSS 这个后面再说 我主要是根据 这个按钮的效果来改的 这个按钮效果 是从这来的 比如说这个文字 先选中 然后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格式 在下面 倒数第二行 不是倒数第三行 有个button 是圆角的按钮 还有外边线 带阴影尔 带3D 你都可以试试 挑一个喜欢的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这个样子呢 它是有一些CSS的 我把它这个CSS 直接copy了一下 添加到自定义CSS里面 然后在这个图片 在这个图片里 这是编辑模板的 这是编辑文章的 然后点击这个图片详情 在这个图片CSS类里面 加了一个我自定义的 一个类的名字 是专门给图片用的 大概也就三四行 三四行的CSS代码 有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圆角 有一行是默认的阴影 还有一个鼠标划过的阴影 这个圆角 这个圆度 这个大小容易理解 直接填数字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阴影呢 它需要调坐标 横向坐标 纵向坐标 还有这个幅度范围 还有阴影的大小 这个需要手动的去调一下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这个页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要讲的 那就是这个位置 当前页面给它指定了一个模板 我给它起的名字叫 Template29 做网站介绍页专用 为什么是模板29呢 因为我刚开始看到模板29 还挺好看的 是从这个云模板库下载的 但是我用的时候发现很难用 后来我干脆把它里面的东西都删掉 然后手动 冲灵打造 这样反而更容易控制一些 那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 做这么一个页面呢 因为也是有很多人问我 关于做网站的事 在之前我就是直接给它发一个链接 在之前这个位置 我给它发一个链接做一个网站多少钱 我之前做的一个视频 但是那一个视频呢 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着想做一个大厂页面 把我想说的客户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都放到这一个页面里面 客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看 去了解 找我做网站 花多少钱 具体怎么做 需要做哪些内容 提供什么东西 以及一些详细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都是需要在电话里面谈的 或者是需要远程来谈的 谈的特别多 拉的时间特别长 那不如直接做一个页面 让客户在决策之前 先考虑清楚是否找我合作 这样能解决我和客户之间 都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 他也知道找我做网站大概是什么价位 能做成什么样 能找什么样的模板 模板和成功案例是什么样子的 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 大概花多少钱 等等吧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下一步我准备再做一个这样的页面 因为现在的模板基本上成型了 我准备再用这套模板给他复制一个 关于购买课程的一个大厂页面 当学员想买我的课程 他可能会先问我 可能去网上去找 我之前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非常的散 我也准备做一个这样的PPT 但是现在还没有内容 我得先梳理思路 把思路转化成PPT 然后再把这PPT 一页一页的放在这个位置 在每页PPT下面加上对应的链接 点击链接去了解更多的内容 比如说文章 比如说视频 这样的学员在决定购买课程之前 对我的课程有个大概的了解 比如这么多课 学习起来是怎样一个顺序 先从哪些课开始 再比如如何使用优惠券 怎么购买便宜 是购买系列课程 还是买单次课程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尽量在这一个页面里和各位说清楚 这个页面起到作用呢 就是我和学员之间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